总统宣誓 于仅已自成 高举右手宣读誓词 今年520总统蔡英文 才面对国父孙中山一项宣誓就职 不到半年 民进党立委范云提案修法 认为民主共和国家 应以国旗作为国家主权象征 宣誓也应该以国旗为对象 提案未来政府总统 以及各级官员明代 无需再对着国父一项宣誓 民进党就是一步一步 循序渐进的再去中华民国化 现在连国父都不用表达敬意了 因为国父就是1911年 推翻满清 那现在民进党已经很表明了 他们充的中华民国 就是只有70年的历史 就是利用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不只宣誓要改就连政府机关 学校以及军队 也不用再悬挂国父一项 虽然国民党反对 但23号还是在民进党 与时代力量护航下完成一读 是不是要对着国父 对着国旗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 过去代表威权的 象征的一个图像去做宣誓 那这个意义到底代表什么 说真的 我担任民意代表 宣誓了那么多次 我真的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从护照封面变更 到克刚调整 中华民国逐渐淡出 建立中华民国 而被尊称为国父的孙文 一向下降 在一档质疑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去中华民国成为 现在进行式 历史也跟着胜利者继续感谢 解综合报道 好 好